今天接近的每幾個原先坐滿人的座位區 也幾乎看不到人 國外旅客搶在最後時間抵台 對於台灣嚴格控管入境的做法 大多旅客相當贊同 台灣近外一路確診個案暴增 截至19號國內累計破百確診案例 連續四天都有境外一路 最後一天甚至高達21人 就連指揮官陳時中也坦言 每預期第二波會快到這種情況 防堵境外一路大爆發時期 外交部也公布禁令 所有非本國籍者禁止入境 另外情況就是持有居留證 外交公務或商務履約 或者有特別許可才能來台 而且無論本國或外籍 只要入境都要居家檢疫14天 但如果本來就在台灣的外籍人士 簽證鬥期該怎麼處理 好那現在要請假回去的 就盡量勸說是可以留下來 那給他延長相關的一個居留 好那如果回去 他恐怕就很難再回來了 好那第二個就是現在在引進的 好我們將進來都是要居家檢疫 那相關的雇主要提出他的一個管理的計畫 跟居家檢疫的計畫 那經過審查之後才能夠進來 但限制外國人來台指揮中心也遭質疑 難道是鎖國嗎 我們現在還是沒有鎖國 我剛才講說不是所有人都禁止嗎 一日暴增23例確診 今晚一路高達21人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未來一周都會是高峰期 機場是最後一道防線 降低人流灌制出入境 是防疫時期不得已的必要手段 記得中文報導